多謝主席 大家都知道,這是在 2012 年 6 月批准的撥款 但到今年 6 月都不能動工 兩次的報價都高於核准的預算 你說,4 億變 6 億,那怎麼辦呢? 責任是誰呢? 如果我的立場,老實說,我當然是贊成、重建 剛才副局長提到現在的學生要在深水埗、不同社區環境 我們全都會理解,你會折騰學生 如果這個撥款不批你,又要再折騰到何時呢? 所以要告給你 但告給你之餘,老實說就極為不順 那你那些教育局做甚麼呢? 你說打裝工程足足增加兩倍 那真的要問問行內人 我們真的不懂 文件第四段兩次表示 收回最低報價遠高於核准預算費預留的準備金額 根據那兩次核准預算比較,所謂遠高於大致五成半的差距 一二年四月向立法會提交預算,六月批准撥款,一月截標 大半年的時間漲價五成 是嗎? 即是這個 喂 當初為何沒有料到呢? 那個準備金調整,即是7100萬價格調整 準備,現在就變了多少錢呢? 是嗎? 那你計算的數字全都錯了 為何你當時不會料到呢? 另外在文件第十一段中說 今次預計工程會在明年第一季展開 有1000萬元的價格調整準備,我又不相信你 是嗎? 上次說7000多萬 都不夠用 那現在你 第一季 然後有1000萬的價格調整準備,跟上次一樣是16% 兩三個月會不會漲價是1.6%?我希望不會吧 但如果按照之前的往績 會達到五成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怎麼相信你呢?你怎麼計算呢? 錢是這樣 不如你計算吧,你將那個調整那個金額遇鬆一點點吧,不如這樣吧,好嗎?大家心裡有數 不然下次你來的時候就只會反面的,是不是? 可不可以說一下,局長? 局長,有什麼回應? 主席,今次的價錢呢,因為我們已經做了招標,亦都根據那些標書,亦都跟他商議過的,所以我們有信心呢,今次拿到那個,即是如果大家贊成,亦都經過財委會撥款之後是那個數目呢? 好,大家好嗎?滴血啦,是不是?到時候你又不是的啦 王議員,局長繼續,局長繼續 你做了二十多秒 因為今次已經經過,已經是有標書,已經有人投了標了,所以那個價錢呢,我們是有信心呢 是可以做得到 局長有信心,不再超知 下一位,譚耀宗議員 是有信心呢,如果是有信心呢? 谢谢大家